哈喽我是不是们 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 我出产品了 我一直觉得卖关子可耻 有什么就拿出来说 所以接下来我要拿出今天的主角 请大家拿出你们的销售 准备开始鼓掌好吗 有木有很有我的风格呢 所以今天的视频呢就是官宣 我出了两个套装 讲真到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就是从一个文剧的爱好者 成为一个这方面内容的分享者 到现在有了一些机会 可以去做自己参与设计的一些小玩意儿什么的 就觉得这一路过来很神奇啊 而且有你们就是一直在镜头前面 看着这一路过来发生了什么 大家知道我一直以来很想参与到文剧这个行业里面 因为我那么喜欢这件事情对吧 一直以来也有机会 但是没有寻找到就是都非常合意的这样的机会 那今年7月去日本的时候呢 就碰到了连心的小叔叔 小哥哥小哥哥 就聊了一下这方面的想法 那一拍即合就想说我们来做一个这种套装 那当时呢我选择的第一个产品 就是百乐的中性笔 封面呢长这个样子 这个包装呢以这个为主 因为这个其实是之前的一个实验版本 那就是以这个盒子为主 盒子一看就是本人画的有没有 这个上面趴了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女人者啦 下面呢我就画了一支juice笔 然后有写right here right now 就是写现在就开始写好不好 大家从这个窗户里面看到里面是中性笔嘛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里面还有更多东西 所以我拿出来给大家看 OK现在已经拆出来了 一共是两个套装 右边这个是一套 左边这个是一套 每一套里面都还配有一本三十页的美濃和纸的便签 这个图大家一定不陌生啊 拖延的小人 我还清楚记得当时第一次给大家展示这个拖延小人的那幅画嘛 在我的本子上面 然后就是没想到这个一年之后变成了印刷品 太感人了 然后呢还有一份我自己画的一份东西 就像一个小说明或者一点小 否手帐新人的那种小指南一样的东西吧 就做了一个册子 有讲一点我在手帐上 最爱用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有帮助的一些招数 然后这个是我画的一个封面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一切东西大家看着应该都聚眼熟吧 背后呢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可以打开的 这里呢有写make a list 去做列表 把你要做的事情list出来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list的方法 你可以借出这个变迁去做list 第二个事情就是color coding 反正就是这一整个册子 就是都是我自己画的了 然后呢风格什么的 大家看着应该聚眼熟 然后再就是有一本这个 所以两个套装里面都附带这两个东西 美濃盒纸 我其实也在视频里跟大家分享过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牌子变迁 所以既然我有机会做 那我就要做我最喜欢的东西 所以就去做的美濃盒纸的 这个拖延小人的定制版本 然后呢看看两个套装里面的笔 都是什么笔 这两个套装里面都有一支 专门去做的定制的白勒的笔 右边这个套装里面可以看到颜色更为日常 里面有做这样一支定制笔 这个笔大家也不陌生 白勒的很有名的三色摩摩擦 就是可擦笔嘛 三个颜色的红蓝黑 0.5的 这个笔我也在视频里面跟大家讲过 我很喜欢用 上面有配一个可以擦掉它墨迹的橡皮 但是关键来了 这支笔呢是一个专门去做的定制版本 它是一双手 然后中间穿过去了一条线 线的中间呢有组成hello这个单词 我就想要做能代表我的一些东西嘛 那除了这个女人者之外 我就想视频里面 我都是用手跟大家见面的 所以我要画一双手 然后每次视频的开口 我都会说hello大家好 我是Bushman 所以我就在中间选择了 要写hello这个单词 然后用一条线穿过手指头 这样连起来这个样子 然后在笔夹这个地方呢 我就还是画了一只手 然后手里面捏了一颗心这个样子 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定制版的 三合一的 0.5的可擦笔 然后跟它搭配的呢 就Juice笔是我自己来选的颜色 我觉得是适合所有人的 一个日用的颜色组合 黑色红色灰色 蓝黑色 棕色和天蓝色 那黑色深蓝色不用说 就是日用写正文啊 然后棕色跟灰色是搭配做笔记 超好用 这个我觉得大家广大学生党 也是很熟的 红色就是用来定制或者高亮嘛 这个天蓝色 是我私心一定要加入 这个套装里面的 我没有选那个普通的蓝色 选了这个天蓝色 你用过这个笔你就知道啊 就是这个颜色太美妙了 虽然说这是一个 很老实的选色 但是我就是不甘于 每一个颜色都要老实啊 就是要有一个清新的 好看的彩色在里面 所以我选了这样六个颜色 现场拆开做色 考给大家看 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哦大家记得这个是封面啊 不要一上去就把字写到封面上了 就是它翻开之后 里面就是一页一页的变迁 这个样子 三合一的0.5的 这个是三合一的三个颜色 然后另外的六支Juice笔 分别是黑色 这站着鞋子还蛮有难度的 好这里就简单的做了一个 四色 这里简单做了一个试色 是有这个三合一 摩摩擦的这个桃装里面的笔 这一眼望过去 这个配色就是很日常吧 很百搭吧 就是我觉得谁都用得上的一个配色 好这是有摩摩擦的这个桃装 我们看另一个桃装 那左边这个桃装 看起来颜色就比较鲜艳一点了 这里面呢也有一支定制的笔 选了蓝色的笔握和上面这个按键 然后笔杆是白色的 就这种Juice应该大家很少见到吧 那同样的呢 它上面也有印一个蓝色的这个两只手 然后中间穿过hello的这个 笔夹上面也是一个手里面 抓着一颗心 这支笔里面是黑色的笔心 所以两个套装其实都有一支黑笔 因为我觉得黑笔就绝对是要有的 任何时候都不出错的颜色嘛 然后另外呢 我配了六支彩色 今天怎么回事 精挑细选出来的六支颜色 如果现在有视频里 有用过这几个颜色的同学 你就知道这几个颜色真心好看 这个是什么turquoise green 就是松石绿 这个coral pink 珊瑚粉 酒红 还有杏黄色 这个水蓝色和棕色 刚才那个是咖啡棕 这个是焦糖棕色 来试给大家看看 好 所以这是定制的这个笔黑色 这个就叫做brown 但是我觉得它是焦糖棕的感觉 超好看这个角色 酒红 水蓝色超漂亮 Aqua Blue 最后一个coral pink 那这呢就是比较彩色一点的 这一套的颜色 虽然说是彩色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些颜色 依然就是要深色有深色 要浅色有浅色 然后在手帐上做搭配什么的 都非常好看 那么这就是这两个 不同的套组的颜色的试色 就在这里了 其实在视频上的今天 这个套装就开始预售了 大家晓得双11开始预售了 这两个套装也不例外 其实现在链接已经上线了 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面的置顶评论 或者大家自己去连薪办公专业店去看 也能看到这两个套装 终于有机会在视频里 为自己呐喊一波了 有没有 请大家大力的去跟我同款一次 好不好 想到像这种变迁啊 这些笔啊 就是我选的颜色 然后我设计的一些东西印上去 这样的东西出现在 就是你们的生活里 我就觉得哇 太神奇了 以前就只有那种 能抽奖抽中的那几个同学 可能会有 比如说我寄给他奖品 或者说我写给他小纸条什么的 就现在就是 我终于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了 就觉得好神奇 好神奇 好那接下来呢 不能免俗的 我要做一页手帐给大家看 我这个小册子里面有讲嘛 make a list 把事情都列表列出来 另外用color coding 所以老规矩 做一页手帐 我看了一下我以前的视频 其实在视频里展示手帐好多次了 但是我发现我没有用A5的本子 做过手帐给大家看 所以我今天拿了一本A5的Hobo出来 想要做一个all in one那种 就是在一页手帐上面 记录一天的各个方面的那种手帐 我用的是这个比较朴素色的套装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我本来想说做两页 但后来发现那时间会太长了 那首先我要拿一页拖延变迁出来 就左边是时间轴嘛 右边来个to do list可好 ok我贴了一张拖延变迁纸在这个地方 那这张纸的目的呢 是我要来写今天我的to do list 在这个纸上呢 我要用我不可擦的那种中性笔 就是普通的juice笔 为什么呢 不是说我不会写错 而是说我不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图改掉我今天原本做的计划 好 那我来给今天安排几个事项好了 好 今天的任务呢 简单的安排了一下 这个真的是老脸一红 绞尽脑汁有没有 6点钟跟朋友约了个饭 6公里的快走 今天的运动 视频要录掉 瘦是什么 不是闷套装有没有 我关注的up主不是闷 推出了自己的套装 准备写在我的to do list上 去跟他图款一下 有没有 为什么还有套装3呢 因为明天还有一个视频要更新 真的是 打扰大家 好 这是我今天安排的这个事项 有没有吸字如金的感觉 首先呢 6点半到7点 是我一天最期待的时候 就是吃早餐的时候 注意 我会选择把我日常的这种 比较普通的一些日常事项 去用黑笔来写 然后如果我是在动的 我是有消耗的这种事情呢 我就会用蓝色的笔来写 例如说我9点到9点半去遛狗了 好9点到9点半我遛狗了 有没有看到我切换成了蓝色的笔 9点半回来之后 是不是该做一下正经事了 看看今天要录视频有没有 录视频之前 我要做点准备工作呀 想一想大纲啊 准备准备要讲的一些文具啊什么的 都得收拾出来吧 这一准备呢就到中午了 那这个录视频方面的 或者说工作方面的事情呢 我就用红笔去写了 这样比较显眼 知道一天当中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哪几个小时 是在做正经事 有没有发现用不同的颜色去写 只要你自己清楚不同的颜色代表了含义 那你一眼望过去 你就知道一天当中不同的成分 占了你生活当中怎样的一个比例 这是我喜欢color coding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像这种拼错了的时候 像这种拼错了 你就可以直接擦掉 所以就非常方便 好我承认我刚才是故意写错的 谁不会拼lunch啊 不要怀疑我的这个评写能力 吃完午饭必然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犯困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没有什么需要认真去记的 直到15点的时候 我想起来了 我今天有一个这个6公里的快走 这个是不能省的 我非常注重我的这个运动的坚持 然后呢6公里的快走就在这了 还记得我前面说的吗 这种运动有消耗的呢 我要换成蓝色的笔去记录 所以呢这个时间段 3点到4点我是在快走 好了一转眼4点钟了 视频还没有录 我应该在这个地方打一个感叹号 表示强调今天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很多同学发私信来催更了 是吧必须得录了 所以呢我把这个视频安排上 这视频呢一录录到了18点 又该吃晚饭了 先把视频写上 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视频录完了 一切都很顺利好不好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复验了 6点钟的饭 哎呀这个时间已经到6点了 想必今天是要迟到啊 好和朋友吃饭吃到了8点多钟就回家了 会不会有点早不合适吧 改一下 嗯几点合适呢 那起码得过9点吧 就这样吧 好回家之后呢 这个洗个澡什么的 然后就是我睡前必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看一会儿书 我的这本书呢 读到了七成的 差不多七成这个地方 还剩30%没有读完 我可以在这里简单的做一个记录 就是我这本书的进度 今天读到了70% 好这个reading呢 已经到这个22 23 已经到23点了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没有做 赶紧安排进来 因为你看这个地方 被我的这个进度条占到了 没有关系 我到这边来画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这个就是买买买 简单粗暴 今天呢就是这样过下来的 这接下来就要睡觉了 12点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完成状况吧 其实真实生活中 我是做了一件事情 就去勾掉一件事情的 我不会等到一天过完 再睡前再去看我的to do list 我是不会的 但是这里我们可以 稍微做一点小装饰嘛 我用我浅蓝色的笔 把这个小方块涂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们以前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吗 上历史课的时候开小差 把历史书上的那种汉字里面 带风口的全部都涂上颜色 反正我是这样一个无聊的人啊 拿我的黑笔来check一下 6点钟的饭我去了吧 勾上这个方框 6公里的快走走没走 勾上这个方框 视频我录没录 勾上这个方框 东西我买没买 勾上这个方框 看见没有高效人士的一天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不好 所以我要在这里写一个大标题 叫做What a day What a day 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好的一天 不管了 反正我就是想写 瞒得住我吗 好 固执地给自己写上了一个 今日标题 因为反正这个6点之前 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对吧 我觉得我在这里写了一行字 好 接下来你要问了 下面还有这么多地方 你准备干嘛呢 今天我要玩一点不一样的 我准备在左边这个地方 记录一下我今日穿搭 如果你方便打印照片 或者打印图片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贴 你本人的今日穿搭 那我本人是不会放过 这个玩耍的机会的 所以呢 我选择 我拿了一支棕色的笔吧 我用这个Coffee Brown 这个颜色在这里画一下 我今天穿的是什么 好 鬼画服的表演现在开始 好的 我的天 画得非常的简单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这几年来装逼的一个小心得 就是你画一个东西 你没有水平 把它画得非常的逼真的画 你就把它往圆了画 另外你不要线条去给它 就是非常的这个样子 那是很有水平的人 这样子画出来才会好看 那你要画非常简单的画的时候 你一定不要去断线 你就会硬着头皮给它 你知道就怎么画 我画出来是什么样 我今天就穿的是什么样 哎呀 有点吓人了 对吧 你就不要去断线 你就这样去画 反而最终出来之后 那个效果你会觉得 似乎有一丝工整在里面 也是挺妙的 所以呢 这就是我的今日穿搭 然后呢 我一样拿出我的这个 Sky Blue的这个笔 去给它做一个同色系的 一个装饰在上面 比如说这个商标这里 我给它涂成蓝色 这个星星 它未必真实 它未必是我今天真的 就穿了这样的东西在身上 但是你一眼看过去 你今天手帐上 有一个统一的点缀色 会觉得 好像有点意思 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你不需要照着这个做了 这就是我好玩嘛 因为画的没有那么写实 所以我寄出 我灰色的这支笔 在上面像影子一样 给它去描述一下都是什么 那你自己你还可以写牌子啊什么的 反正就是写的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然后这个是牛仔裤 再来点缀一点小圆圈在上面的 好的 一场大型的胡说八道就发生了 今天是普通的一天吗 不 今天是非同寻常的 今天效率有点好 做好了视频 穿新鞋去吃饭 虽然磨脚 但被夸了 直了 晚上买了 不是闷套装的预售 完美 我妈的脸真大 然后呢 我自己还喜欢玩一招 就是自己写好了当日的日记之后 自己像老师一样去点评 知不知悉 我喜欢这么干 比如说呢 我要标出一些重点 然后在下面打小圆点 比如说 我自己会认为它是一点活泼的小装饰 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 就是自己在下面打小圆点呢 或者画横线呢 比如说效率有点好 这个地方 好了 所以呢 这就是我一天的手帐 有今天发生了什么 有我今日的穿搭 有我今天要做的代办事项 我都做了没有一目了然 最后还有 我今天自己写的一点小感想 小日记什么的 我觉得这样去做all in one的话 真的是非常完整了 如果你就是简单的这样坚持一周 你去回看 你就会发现 哇 原来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就尽管每天的生活是很普通的 你看这里面有什么大事件吗 嗯 有啊 不好意思啊 就是真的没有发生什么 很惊天动地的事情 但是平常的日常小事 就真的不值得记录吗 反正我会觉得 回头再去翻看起来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包括像画这种小画 那你坚持两个月之后 你会发现 哎 卫衣好像画的会像一点哦 总之我会觉得 手帐就是时间那样 就是时间是如何一分一秒的 在我们身上走过去的 我会觉得很神奇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做的一个手帐的示范 好 那么我想讲的呢 都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具体的要了解 这个套装的详情 可以点到链接那边去看 第一次能推出自己的套装 真的觉得非常的激动 兴奋 期待大家都来跟我同款 好 明天还有一个视频要发布 所以咱们明天见 今天就先聊到这 拜拜 祝你书写愉快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